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我是小琪 今天要给大家讲好看的电影啦 这次要讲的是科幻电影《超级战舰》 本篇特效让人震撼 红大的海战场面也是令人热血沸腾 堪称海战版的变形金刚 电影里人类发现了一颗泪地行星 于是就向那里发送了信号 希望得到回应 外星人收到信号之后 怕一组飞船降领了地球 其中一艘飞船由于撞上了卫星天里的轨道 最终坠落在了香港 剩下的几艘飞船一起坠落到了太平洋里面 正在指挥海军演习的司令 接到飞船的消息 派了三艘军舰前往查看 男主霍珀和哥哥就在其中 他们很快就看到了露出海面的不明物体 但雷达却无法锁定目标 于是霍珀带着两人长快铁靠近目标 此时飞船像变形金刚一样 钻出海面并发出两道蓝色的光柱 形成一个半圆形的保护杖 尝试探查的战机直接撞毁 海军看到后紧张了起来 向飞船开炮示警 外星人以为人类是在宣战 就火力全开直接把霍珀哥哥指挥的战舰炸毁了 此时霍珀回到自己的战舰 但高级军官都已阵亡 按照军衔他就成了指挥官 霍珀正因为哥哥的死愤怒不已 命令战舰向飞船冲锋 在手下的再三提醒下 他终于冷静下来 命令战舰转向 去打救其他战舰的船员 外星人关闭武器系统 并发射出巨大的钢铁齿轮 这些齿轮破坏力惊人 袭击了路上的空军基地 摧毁了周围的道路 让交通陷入了瘫痪 霍珀正在研究刚刚打捞上来 手上的外星人 此时战舰的一侧突然被攻破 身穿装甲的外星人带走了受伤的队友 入夜之后 两艘外星飞船悄悄接近了霍珀的方向 因为战舰的制导功能出现了障碍 所以霍珀手动瞄准 利用浮标预判成功摧毁了两艘外星飞船 但紧接着 第三艘飞船吸取了经验 开始不规则航行 躲避导弹 这时霍珀从手下口中得知 外星人的眼睛像蜥蜴一样 也许他们也和蜥蜴一样怕光 于是他把外星飞船引到了向阳的地方 并且在太阳升起的瞬间 打碎了外星人的防光玻璃 趁着外星人被阳光致盲的时候 火力全开摧毁了他们的飞船 就在人们欢呼胜利的时候 之前横行陆地的钢铁齿轮 飞到了霍珀的船上 势如破竹地凿穿了战舰 船员们只好去船逃生了 这已经是他们的最后一艘战舰 所以战舰沉没之后 士兵们都陷入了沮丧 但霍珀却看中了已经成为展览品的 密苏里号战列舰 打算用它打败外星人 只是船员们都不会操作这艘二战时的战舰 这时候刚在船上参加完纪念仪式的二战老兵们 平身而出 再次驾驭起了这只钢铁巨兽 在密苏里号和最后一艘外星飞船决战的时候 火魄先是全速向外星人直冲过去 在被外星人瞄准之后 又突然打上左满舵 然后抛下左线船锚 完成了一次相当壮观的甩尾 成功躲过了外星人发射的炮弹 随后在一阵激烈的对轰之后 成功重创了外星人飞船 这时霍魄得知 坠落香港的是通讯飞船 外星人为了发送信号 已经派一支小队占领了附近的信号基地 于是用最后一发炮弹摧毁了信号基地 不久之后 又有几个钢铁齿轮从天而降 而霍魄已经淡尽凉绝 没办法拦截 就在这时候 增援的舰载战斗机赶了过来 他们拦截掉钢铁齿轮 并且把苟延残喘的外星飞船 炸成了碎片 赢得了一片欢呼 在外星人的威胁被彻底消除之后 军队为了奖励霍普的英勇行为 司令亲自给他颁发了勋章 物理学家霍金说 不要试图和外界联系 因为他们的能力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 这部电影深刻验证了霍金的话 大家对外星人是怎么认为的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哟